台湾关系现在也持续的引发国际间高度关注 万一擦枪走火的话 那么美国会给台湾何种程度的支援 美国的独立智库在9号就公布了一项民调 虽然有59%的美国民众认为应该对台湾提供武器 但是呢有58%的人反对美军协防台湾 而我国国防安全研究院在今天也公布了一份民调 如果中国侵略台湾有52.6%的受访者认为 美国会派美军到台湾协助防卫 那么显示台湾民众对美国直接军事进入的可能性是有所保留 何景丽日前接受专访首度表态愿意支持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 而美国民众又是怎么看 美国独立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9号公布最新民调 有过半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鼓励台湾维持现状 有三成六认为应该朝向独立 至于如果中国真的武力犯台 有近六成民众支持美国应该军援台湾 但只有四成二认为应该派美军到台湾协防 对于是否协防台湾都是采取比较模糊的态度 但是无论如何从美国近年的政治还有居士精英的表态来看 都对于击败解放军抱持高度的信心 所以美国直接介入的可能性是相对高的 学者相信美国内部对台海抗中仍有高度共识 而来看看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所做的最新民调 有高达七成民众认为美方会提供物资和武器协助台湾 至于是否派兵则只有五成二的民众有信心 美方则是有高达五成八反对军事介入 导致美中直接战争 我们的盟友相当的多 自由民主支持力量非常多 那大家应该要更高的一个警觉的方式 来提防中共恶意料去破坏台湾 美全将近对台政策也成功防焦点 面对中国威胁除了盟友力量 台湾也得强化自我防卫能力 先动得自爆